曾经在马英九执政时期 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日前宣布参选2022年台北市市长 随即展开北美巡回演讲学习之旅 罗志强在造访西雅图和温哥华之后 于2月1号到访湾区 在北加州中国大专校联会安排之下会见了媒体 并且定于2号周日中午举办演讲会 身为国民党内主张改革的青壮派主要人物 罗志强表示 他巡回演讲的目的是说明他参选的初衷 以及如何看待2020年大选的结果 在台湾政党轮替已经变成一个常态 所以不管说是哪一个政党执政 其实民主制衡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国民党既然输了 那就从这个在野 那重新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用改革 以及用对台湾的所谓民主的捍卫 那去重新赢得人民的尊敬 所以不需要因为一次两次的选举的失败 就灰心上志 那另外就是我自己决定要参选台北市长 严格来讲也不算是这个时候宣布 因为我事实上在四年前我就已经说过 如果我的脸书的粉丝到100万的时候 我就会参选台北市长 那时候本来的锁定的目标是2018年 但2018年我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我现在脸书的粉丝已经107万 所以我决定要兑现这个承诺 我想要做的大概是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希望透过我的参选 能够去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 大家知道尤其是国民党的政治文化 传统国民党一定是要重新拱月 黄袍加深 那才愿意大家三吹四寝 才会一副好像自己不得已很为难 其实我是不认同这种文化的 我认为今天你有志向有报复 想要服务台北市民 其实就站出来大声说清楚讲明白 年轻人其实真正的属性 他是反权威的 他也是反执政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去错认了 年轻人的属性跟特质 那你就会开错误的药方 实际上你也会找一个错误的方法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特别强调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认为其实意识形态之争 我都不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在台湾 真正最高价值的公约数是民主 2018年我想请问大家 你认为民进党到底输在哪里 其实民进党不是因为两岸政策 造成人民对他的选票的惩罚 民进党也不是因为说经济不好 所以人民用选票惩罚他 民进党是因为三件事情失败的 这三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东厂张天青 北农吴英宁 台大媒校长 这三件事情让大家看到 滥用国家资源的可怕 以及把国家资源作为所谓的 分赃棚分的筹码的丑陋 还有就包括连大学自主 大学自治执政者都可以把黑手伸进去 这三件事情彻底的激怒了台湾人民 所以民众用选票重重的惩罚了民进党 因为他背叛了民主 可是当然有人问说 民进党在2018年以后 他创造了一个更大的民主威胁 就是中国共产党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民主威胁的时候 他的所谓的对内的民主迫害者 这个角色就会被转移